文明 我覺得在醫院裡面工作的成就感 是來自於我成功的治療了疾病 或是他的傷口 可以帶來這個患者康復 在醫美產業工作的成就感 是來自於協助這一個人完成他自我的實現 比如說一個很成功的手術 很成功的療程 可以協助他 邁向另外一個展現的人生 我覺得這樣子帶來 給我的成就感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覺得主治醫師呢 是工作比較單純 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那進到院長之後呢 就必須要考慮到 你診所其他的工作人員的工作 把他們分配好 那進到這個醫療部門呢 當然就牽涉到不一樣的醫生 不同科別的醫生 甚至說不同院區的醫生 怎麼樣把制度設計好 讓他們可以安心在裡面工作 這樣我覺得是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挑戰 讀書的時候 我們有包括這個見習跟實習 在醫院裡面會看到一些人 因為疾病而過世 這個心裡面是非常難過的 我在畢業之後選科的過程 當然就想說 什麼科別是可以幫助人 然後又不會碰到死亡 那因此就想到 這個整形外科呢 應該就是可以讓人變漂亮變開心 但是死亡的機會會比較少的科別 那因此就毅然決然選擇 這個整形外科的工作 我的專長是這個龍乳手術 每個來求診的人 他們大部分都會拿這個A片的截圖 來說我要這個胸部 平均來講可以發現 如果是一個女生自己來諮詢的話 他拿的那個胸部的照片呢 會遠比這個一對來諮詢 男生手機裡面的照片大很多 在醫療上面呢 並不是你做了A這個決定 就一定可以得到B這個結果 因為現實生活中 仍然存在一些不可預測的電話 因此呢 在這個手術或療程之前呢 跟患者有比較妥善的全面的溝通 反而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事情 我自己個人很喜歡運動 所以我的休閒生活 大部分就是著重在運動方面 我現在是運到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最吸引我的事情 是因為他就是完全一個 非常個人的運動 高爾夫球你要面對的就是那顆球 他跟這個手術呢 事實上非常非常像 不管是器械或是工作人員 或是任何的 都是你自己決定 人生上面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只要面對的只有你自己 去年那位 有些人生上生病 我都沒有在搭訪 我會用你的手術 你不期待